每一份聯署書 對我 都是一份責任 我們會 繼續 奮勇 向前 今天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日子 台灣 人民 追求 民主自由的心聲 所以今天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每一份聯署書 對我 都是一份責任 每一份聯署書 對我 都是一份鞭策 我們會 我跟Tammy 會繼續 鳴記在心 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 需要改變 改變帶給人民希望 我們會 繼續 費用 向前 一些特定系統的放話操作 說 可能是郭台銘的連署不如預期啊 郭台銘可能不會送件啊 郭台銘可能選不下去啊 我想今天 郭董本人親自來送件 而且我們送這個數量 絕對是遠超過門檻 我們就是穩穩的做 打破一切的謠言 當然啊 因為我們一再的表示過 郭董跟柯主席 本來就是朋友 兩個人的互動呢 非常的緊密 然後他們隨時都在傳訊打電話的 來討論國政跟合作的空間 所以無論柯主席 他這邊也在跟 國民黨的朱主席也正在談 那看起來進度有點卡 但沒有關係 反正郭柯之間的互動 跟聯繫 是緊密無礙的 我們就順其自然 隨到其成 我覺得這個假設性問題 不如反過來問 如果藍白沒辦法合 那麼柯主席跟朱主席 要怎麼繼續走下去 我想這個應該是 國民黨的煩惱會比較大一些 這一連串的涉嫌買票的不法案件 每一次有相關的新聞 我都請法務團隊去徹底的清查 那這些都不是官方的站點